10人让病毒不会找上门 有专家就公布了 10种超强抗毒防疫食材 让民众能够强化免疫力 抵抗病毒入侵 其中首选就是老江 想要当天选支援 让自己有超强的免疫力 闪躲病毒 有专家提出10大食材 可杀菌防疫 首先第一选择就是江 尤其是老江 具有杀菌抗发炎 预防感冒等功效 江本身其实还有江辣素 它的确是有抗菌 抗发炎抗病毒的效果 般日常我们可以泡姜茶来喝 效果会比较好 比起说料理里面 你加了几条姜 这个剂量还要来得高 切10片到20片 泡500cc的茶 如果能够烹煮一下 会更好姜辣素 释出的量会比较多 姜的话一定是老姜的姜辣素 含量比较高 此外增强免疫力的食材 还有大蒜 因为含有蒜素 能抗氧化抗癌 但由于大蒜切碎以后 才会产生蒜素 又不耐长时间的高温烹煮 因此专家建议大蒜药切碎生吃 不能直接杀死新冠 但却能强化免疫力的食材 还有富含维生素A和C的菠菜 含有姜黄素的咖喱 有花青素的蓝莓 以及绿茶优格等等 都能明显提升免疫力 大蒜跟咖喱 过去也是常用在我们所谓的 抗发炎的一些辅助食疗上 新冠的一些电脑模拟的 或是一些细胞实验商 发现他有一些抗病毒的潜力 绿茶他真的能够 抗新冠病毒的这个研究 这是近期有发表的 但是他吃的剂量非常高 要到2.5克 2.5克的耳茶素 其实量非常非常的高 别老是羡慕天选之人 打好免疫力的基础 就得于穿上超强的防护盔甲 让你阻挡病毒 于无形 记者黄义俊 陈宜荣 特别碰到 感谢观看